HELLO 大家好,我是熊來 蛤?你們有覺得畫面對不上嗎? 喔對,因為我在錄這部影片的時候呢 忘記開麥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要來打這個據點戰喔 好啦,那這邊的話為了避免這個 聲音跟頭像對不上的問題 我們就放個小丑的照片吧 畢竟這也是構成的啦 其實本來我想說要不要捨棄這一集 但是因為這一集其實我自己覺得 有玩到新角色 而且這個新角色我自己覺得玩的還不算差 而且是有一個看點的 所以還是把它留下來 重新做一個聲音的錄製喔 那第一場這邊的話 因為對面不是一個速隊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按魔攻 那這裡的話呢 我就選擇 因為通常封兵器它會稍微撐一點點的攻擊 血量不會那麼高 那我的風雷地傷害低一點點 如果我拿去打火牛的話 我不確定可以打得死 就是 我自己覺得啦 火牛比較有機會打不死 所以我這邊選擇 就是讓這個按魔攻去收火牛 然後封兵器來收這個 不是,這個封雷地來收封兵器喔 那這一場 第二場的話呢 對面有兩隻暴女 不用講風龍騎一定是標配 然後呢 就帶上我們這個魔隊的水瓦 那因為屬性關係呢 這邊水瓦基本上就是 這一場的 被炮火集中的一個目標喔 那這一次水瓦改動之後 這個二技能能夠冰凍是真的非常有料的 在RTA雖然看到有一些人在使用 但在RTA的部分我不敢做太多的一個判斷 但是在公會巨點戰上面來講 它是真的好用 因為變成說它現在是一個 能坦然後能打 然後又能控 還能自己補血 還有可以補隊友的一個能力 我自己覺得 是真的變得非常非常的實用的一隻角色喔 所以如果 我自己覺得它會是一個打巨點戰公會戰的時候 可以多練的牛朋友啊 這邊一個冰凍 它又做不了事情了 然後它的二技能CD時期又很短 而且如果你運氣好是1接2的話 有可能還可以去做到一個 先擊殺號就是 然後再對其他目標做一個冰凍 等於說它的一個 雖然說技能組非常的單純 但即便如此 它單純的非常好用 然後這個第三場的話就沒什麼好講的嘛 因為對面沒有什麼消狀態啊 也沒有什麼加攻 所以不用擔心火龍騎的 這個二技能會直接把我的封瓦給打死 因為沒有加攻的話應該不用太擔心 除非它裝暴走 而且連續使用 連續暴走兩回合 動三次2接1接2 那兩次二技才有可能會打死我的封瓦喔 那這邊的話呢 就直接這個封瓦噴開噴 那運氣好 運氣好的話 就如果直接噴死水瓦會非常的穩 那如果沒噴死水瓦的話也沒關係 基本上這邊的多段 只要我能收掉一隻啊 這邊的多段應該也是可以把火龍騎給處理掉的 那最後就是一樣殘狙打水瓦 那有水瓦的話呢 我覺得它是進攻很好用 你如果要是防守的話就沒有那麼好用 因為作為防守棒的話 就很容易去針對它出角色 可是作為進攻棒你很容易 去使用它在那些 呃 它該上場的場合喔 好第三場的話 沒什麼好講的 這個屬性上我其實只擔心什麼 我只擔心這個瘋方舟到底切不切得死 不過還好 因為這裡的話 它都是一個低血量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利用這個 呃 這邊就直接利用瘋醜 然後來去做收頭 其實這裡我自己覺得稍微有一點點危險啊 就是如果 讓這個 瘋方舟 復活之後 然後如果可能水仙人開個3技啊 又接個2技啊 打一打什麼的 可能會有點害怕 會有點害怕 不過只要 我可以確保的 把他的那一隻 呃 比較有傷害的打手 以這場來講 當然就是那隻水熊貓 只要把他收掉的話 其實 也不用到太害怕啦 不過 呃 還是要小心瘋方舟 因為他殘局如果一直打我們的 呃 瘋醜的話 有可能會不小心把他點死 所以這邊還是要盡早的去把 這個瘋方舟給收掉 那也不用太擔心說 這個我們的瘋醜可能 血量太低什麼的 因為 呃 當他血量稍微低一點的時候呢 瘋哈格的這個 被動技能就會給他持續回血 那只要再 搭配他的2技能 拉一拉拉一拉 就可以去 呃 去 拉滿 提高血量 然後獲得這個攻擊Buff 來做收頭囉 好 再來這個第五場的話呢 這邊就加速 因為這裡打得非常非常的久 對面的話呢 有這個 火衣跟我們的這個 風德還有水路 基本上傷害全部都灌在火衣身上 所以 只要能把火衣收掉的話 即使就算贏了 但是這邊我選擇是先去收掉 風德 因為如果不收掉風德 他也會一直復活 好像也沒什麼意義 所以這邊我們就 欸 就 然後快速的慢慢把它給磨掉 對 有點老舌喔 那這裡其實就沒什麼特別的操作 就是一直 我只要能夠把風德完整的收掉 就是包含他的第一條命跟第二條命 他第一條命打掉之後呢 他如果復活開三技 可能又會獲得一個靈魂保護 那如果沒有可以直接收掉的話 順利把他兩條命打掉 那基本上就 這一局就結束了 所以這裡的話 時間上是拖的比較長一點點的 然後 因為我們有這個無限免疫 那加上這個我們的 瘋魔症 他本身也是比較不怕 比較不怕這個忘卻的 因為 雖然說他忘卻到之後 不能去使用到一個 就是他的那個 疊圖疼怕疊上去 但是 反正他一技也可以補血 他的三技也可以解加補血 他的二技也可以免疫 加上我們還有這個火派去吸引炮火 再加上 真的不行的話呢 我們的光阿泰爾也可以把炮火轉移 所以 我覺得這場來講就是 真的就是磨 磨到底就好了喔 好啦 這邊我們就直接跳到這個 把這個風德給磨掉之後吧 那後面其實就還算蠻簡單的了 對就是 輸出就好了 輸出就好了 甚至就 這邊也可以看到我就直接開自動 因為 沒有風德的復活 就缺少了什麼 任何的一個不確定因素 那加上屬性關係 這個 火衣也不會主動去打我們的阿泰爾 好啦 那再來我們的下半場喔 對沒錯 我們這邊 看到了嗎 我這邊拿出了我們的火艾沃爾 我覺得這個角色 他應該是可以玩的啦 好不好 我覺得他應該是有機會上場 所以我就拿出來使用 第一場這邊的話呢 說實在的 我的速度沒有到非常非常快 所以有翻車的機會 有翻車的風險 甚至 我其實進場的時候 覺得有一點點的不妙 因為 這個瘋暴女 他有兩條命 然後如果 如果這邊的火槍手沒有直接打掉的話 其實對我來講是很危險 但我這邊運氣不錯 有直接收掉 然後第二場這邊的話 對面因為是一個魔隊 所以我也帶起了我們的火艾沃爾 跟他一起開魔 那這邊可以注意到屬性上面呢 因為對面有兩隻瘋的 所以我的火艾沃爾呢 基本上只會受到火奧的一個輸出 我可以利用這個特點呢 我的火艾沃爾其實是 它可以隨時的保持一個高血量 然後等於說我們的火獲 只要專心的去補我們的水科學怪人就可以 因為基本上現在整場就有他一個人 是比較容易受到傷害威脅的 如果一個不小心這個瘋鬼 一直連續的暴走什麼 加上他的一個被動技能 他打出來的其實是一個真傷 所以等於說 即便沒有暴擊啦 即便他不會暴擊也不會破防 累積下來的話 其實當這個瘋鬼西洋一慘的時候 對傷害是很可怕的 傷害是很可怕的 有沒有 而且我這邊運氣不太好 中間有一直被控 所以 欸沒錯 這裡 我原本以為 我真的原本以為要翻了 然後這裡我就看了一下 只要有暴走的話 這邊收掉風邦舟其實我都還能打 這邊收掉風邦舟我們都還能打 所以我這邊選擇 努力先收掉風邦舟 好那這裡風邦舟剛好還有一個回合 我就直接先把它收掉 那這邊我還猶豫 二技能要西攻條 還是一技能先收頭 後來想想 這裡啊 如果我先使用二技能的話 其實結果也是一樣 不如我先賭一技能 然後賭暴走 然後賭到了 賭到了 賭到了這邊就直接來 這個二技能 再稍微西攻條 因為如果 如果我們的殘局 殘局是 這個 有沒有這裡剛好暴走 運氣不錯 如果殘局是留下我的火哀 的話 那還有贏的機會 剛才那個暴走 說實在的啊 這場我自己覺得 火哀的這個暴走 真的就了整場 真的就了整場 但 另外一點呢 則是 其實 對於火哀來講 我覺得他的好處就是在於 使用這個角色 的時候呢 呃 不用 比較 只要你屬性用的好 然後對面傷害 對面的這個 攻擊型角色屬性 有去 你有去稍微的搭配一下的話 這個角色他是可以 分擔我方的補師的一個壓力的喔 然後這個第三場就直接速刷了啦 就是直接拉起來之後 呃 風神獸通常可能會彈一點點 所以我讓傷害比較高的按摩弓去 收掉這個 呃 風神獸 然後呢 風雷帝我選擇去電掉火魔陣 因為我覺得火魔陣是對我來講 威脅比較大 他有可能一直控一直控一直控 如果剩下水熊帽一隻的話 基本上也不用太擔心他 因為他跳過來 他如果跳三技同歸於盡 傷敵一千 自損八百 我再慢慢收他 三打一次很好收的喔 然後再來第四場這邊的話 有點冒險 有點賭了 對沒錯我這邊就直接開賭 只要這裡 好不好 這邊只要這個 呃 水大美 不要閃擊太多次 就不會輸 沒錯只要他不要閃擊太多次 就不會輸 然後但是這邊一定是選擇點水大美的啊 那只要第一下可以點死他的話 這邊剛好有運氣好 有命中所以就結束了 那如果今天剛好運氣不好 被他閃擊到的話 那也結束了 就我們結束而已 好啦 再來這個最後一場呢 這邊 那這裡的話呢 呃 因為對面有三隻被動 所以我選擇帶了一個火衣來做忘卻 那這邊運氣不太好 這裡 我貪 我說實在的貪心了 然後 這個地方的 呃 火奧 原本我一開始沒用二技能 因為我想要留著來對 暗熊貓的這個二技能做取消 結果 他用不到 就被蹲出了 那後面這邊的話 殘局其實 我覺得整體上來講 都是水瓦一個人在救場 因為等一下可以看到這個水瓦他一個人 說實在的 這個冰凍 這個冰凍還算挺關鍵的 因為如果沒有那個冰凍 我的火衣太早被打出場的話 那可能 這個暗熊貓去打水瓦會有一些些的風險 因為他畢竟傷害疊起來的話 這個被動技能打起來還是很痛的 那即便說沒有辦法 就是水瓦有一個續戰能力好了 那這個暗熊貓他可能抱走個一兩次 或是他掛上反擊 只要水瓦沒有 沒能夠順利的二技冰到他去收頭的話 可能也會直接不見 所以 這裡我覺得也算是 也算是運氣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剛好 內下冰凍 有冰到 而且是冰到正確的一個目標 好啦 那今天的一個 小丑般的幾點站 就大概到這個地方告一段落 我們順利拿下十勝 說實在的 有兩勝 就包含那個 尾盤火奧被秒那場 運氣算是不錯的以外 火愛沃的那場 我覺得自己也覺得 他算是一個運氣 非常非常好的一局 不過 我覺得除了運氣好以外啦 我覺得火愛沃的這個角色 應該還會再玩他一下 因為 其實大家可以看喔 剛剛那個 剛剛火愛沃的這個傷害量 其實還算不錯吧 可是 其實我的4號裝的是 寶玉 如果大家有看到剛剛的符文的話 我的 我的這個 艾沃爾的爆傷其實 不太高 純粹是靠著他的被動技能 血量在50%以上的時候 會增傷這一點 來去增加傷害量 所以我是走一個 呃 速暴體 速暴體的一個 速值 然後 然後 單純靠著被動技能 來打出他的一個 傷害量 對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角色 他的優點就是 只要你屬性用的對的話 只要不要讓他太容易受到傷害的話 那這個角色可以做為一個 降低我方輔助 我方補血角色壓力 同時可以兼做輸出的選擇 那在使用上面可能就是 真的要去打上那種偏魔隊 你要知道對面沒有那種 強大的控場能力 強大的群控 有的就是單體的輸出 然後有 有的是可能 這個稍微強大一點的這個 呃 續戰能力的時候 那使用他 就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 大概到這個地方 告一個 段落囉 那我們就 下部影片再見啦大家 掰掰